老师们 同学们 平安 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的一个转折 约翰福音从这一章开始 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这是在去耶路撒冷之前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里面有许多 让我们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想 首先这个神迹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大的主题 就是死亡 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最近我们刚刚过了清明节 那你看到清明节是 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当中 我们有许多人回到自己的老家 去祭奠 去祭拜 去祭扫 自己先祖 祖先的坟墓 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死亡是一个 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力量 中国人讲千古艰难为一死 在死亡面前 好像人 做的所有的这些努力 所有的一切的 追求 好像都被取消了 都被抹平了 那 那你又看到说 好像人做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 努力都是在对抗死亡 都是想要让 把死亡的那个真实的面貌 把它遮挡起来 不要看见死亡 中国人日常 就特别不喜欢提到死亡 死这个字 好像最好不要 不要讲 不要讲死 人们做 做所有的这些努力 为什么弄那么努力的去挣钱呢 因为有了钱 你就可以吃得好一些 你住得好一些 有了钱 你过上好日子之后 你有好的医疗 你可以死得慢一点 活得久一点 活得久一点 不过是在延长 在地上的这个时日是死亡 这个宗教要到来的 要把我们带走的 让他让他来得晚一些 如果什么努力的 想要追求权力呢 权力 因为权力 本身带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你想 最高的权力是什么 就是 就是弄死你的 杀死你 让你去死 而当有 当人 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 为了 让自己 在死亡面前 不至于过分的惧怕 所以他们 获取一种 可以让别人去死的力量 好像这样的 他就不可以 自己可以不死的一样 当别人在你面前喊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的时候 你看 好像你真的可以 回万岁一样 但是没有用 金钱不能够让你不死 权力 也不能够让你不死 那现代人 现在人有另外的 好像逃避的地方 那年轻人 很多人都逃到游戏里面去 逃到一个 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去 在那个 游戏就是好像是一个 虚拟的天堂 现代人用 用这个技术 为自己构造的一个 新天新地 在那里你可以不死 当然游戏里面 我想大部分的游戏里面 可能还是有死亡的 如果真的一点都不会死的话 那个游戏也不好玩 但是 你发现死了之后 你很快又活了 如果一个游戏是 如果有 同学们你想 如果有一款游戏是这样子的 你在那里面玩游戏 和现实是同步的 你做每一个决定 你都要仔细地思考 因为这个决定 如果你在游戏当中死了的话 你在现实当中也会死 你在游戏当中失败的话 你在现实当中也会失败 你在游戏当中被 被射击 你的你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身体 也会受损伤 也会受伤 会出去 人们还会不会喜欢玩游戏 你想想你们 你们你们想要玩那样的游戏吗 如果在那个里面死了 然后你就死了 真的死了 你还想玩那样的游戏吗 游戏 这所以对年轻人这么有吸引力 因为 他制造了一个假象 用一个虚拟的技术 制造了一个幻象 在那里你是可以不死的 当然你的不死是同 是通过复活来实现的 那你可以复活 这一切 如果我们真实的来看的话 同学们看到 这人最怕的是什么 人最怕是什么 有人说我其实我不怕死的 我就最怕穷 其实为什么怕穷呢 因为穷 你穷 你可能有可能吃不上饭 吃不饭你就饿死了 会生病没有前置 你就会生病病死了 人并不真的怕穷 如果你是贫穷 而且可以不死的 你会害怕死吗 你会害怕穷吗 你不会害怕 但是 如果一个人 如果我们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 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开始不怕死 你知道他一定在他的生命当中 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 要么他会变得非常勇敢 要么他会变得非常可怕 你想如果他真的开始不怕死 但是那些 那些号称自己不怕死的人 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不是的 他们所谓的不怕死 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等到死亡真的要到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瑟瑟发抖 他宁愿用一切来 来交换 让自己可以活下去 当然 有的人以最后生无可恋 觉得他活在世界上毫无意义 他宁愿去死 但是那个宁愿去死 也是在死亡的权势之间 所以同学们 我们今天读到的 耶稣基督让拉萨洛复活的这个故事 我们故事本身我们都非常熟悉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死亡和生命的 这个 这个主题 那值得你再来思考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 我们从头上看 你看到当拉萨洛病了的时候 他姐妹俩 他的姐姐 玛利亚和玛大就 就托人去告诉耶稣 就告诉他说 而且是怎么样告诉他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 你所爱的人病 这话是 如果你知道 马大和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主啊如果你说一句话 如果你现在 你到我们这里来 看一下拉萨洛 甚至你都不用看 你就是在远远的地方 你一吩咐 拉萨洛不就好了吗 主啊你不做些什么吗 你不来看一看你所爱的人吗 耶稣听见就说 他说这并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都荣耀 现在同学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病 不是让拉萨洛就死了吗 为什么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呢 因为只有耶稣知道 拉萨洛还要 复活 其他人都不知道 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 耶稣 有能力 而且有计划 要将拉萨洛从死亡里面带出 耶稣 听见拉萨洛病了之后 就在那个地方 仍然住了两天 等他到了 伯达尼的时候 拉萨洛已经 死了 已经埋了 四天了 同学们 耶稣为什么要 为什么不马上去呢 耶稣为什么不 为拉萨洛祷告 使他得医治 马上就好了 耶稣为什么不 马上赶到伯达尼去看 拉萨洛 去医治他呢 为什么呢 耶稣说 这是要叫 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神的儿子 因为什么得荣耀 那后面我们知道说 是因为 耶稣基督让 拉萨洛从死里复活 他就得了荣耀 亲爱的同学们 你可以想吗 如果 如果有人请你 去到某一个地方 去解决一个难题 然后 你说我不去 要等一等 等到那个地方 已经出现了 更大的危机的时候 然后你在那里去 你把这个危机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你要使别人看见 你是可以 解决那个更大的危机的 耶稣不去 耶稣 当然可以医病 对吗 他可以治好 拉萨路的 这个这个病 使他不死 当时就 病就痊愈 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耶稣 却要 借着 拉萨路的死 使他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 都知道 他有死亡的 解药 他拿着 那个 天国的钥匙 他就是 生命 这样的同学们 耶稣为什么 单言 这个单言 耶稣 若 若是直接去 医治 拉萨路 当时的人 就不知道 耶稣可以 使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 当然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 耶稣 在拉萨路的 死亡当中 他进入到 拉萨路的死里 他进入到 拉萨路的死里面 然后把拉萨路 从死亡当中 带出来 这是耶稣向我们 彰显的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耶稣 不救我们 谁能救我们 脱离死亡呢 死亡的权 是每一天 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天 使得我们 没有力量 没有喜乐 使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 惧怕 灰心 使得我们 在面对 其他人的冒犯的时候 我们 第一个反应 就是要保护自己 就是要回击 使得我们 面对 我们 应当去完成的 学业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 我们心里面生出 懈怠 无力 我们没有 没有力量去做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 在拉萨路身上 所得的荣耀 使你要 来看 使你和我 一同来观看 他是 就像他对 对马大所说的 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 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马大当时 不理解 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必不死 耶稣告诉他说 你的兄弟要复活 你知道吗 马大说 他的末日必要复活 我知道 他末日要复活 但是耶稣说 他现在 就可以复活 你知道吗 因为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 在这里 这位生命的主 他 可以 将人从那个死亡当中 不止 不止把死 把他从死亡的边缘带回来 而是直接 把他从死亡里面 让他拯救 所以 这是第一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担忆 但是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可能 更加的 让我们吃惊的就是 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 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 再过一小会 再过一小会 再过一分钟 拉撒路就要从坟墓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是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当他呼喊说 拉撒路出来的时候 那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就要从里面出来 但是耶稣却在那个坟墓前 哭了 耶稣为什么哭呢 亲爱的同学们 你想过吗 他 他只要一说话 拉撒路就要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哭呢 他掌握了这个 掌握了这个 使所有的那些 在他里面死了的人 都可以活过来的 那样的确定的权柄 他若要叫谁不死 谁就可以不死 他要把信心赐给谁 就赐给谁 使凡信他的人 永远不死 那么 耶稣为什么要在拉撒路的墓前 哭呢 犹太人哭了 是因为 犹太人 看到死亡 死亡的权势如此之大 毁灭了生命 马达和玛利亚哭了 是因为那是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死了 按照他们的理解 他们的兄弟死了 就再也不能够 回来了 死了就没有 没有了 那是他们所爱的人 那耶稣 耶稣为什么哭了呢 那其他人看到说 你看 你看他 爱这人 是何等的肯切 耶稣是因为 是因为 他很爱拉撒路 然后拉撒路 死了 然后他心里面很痛苦吗 不是 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 神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 看见 玛利亚哭 看见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他哭了 这个心里悲叹 忧愁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 他为什么悲叹呢 为什么忧愁呢 我们可以说 耶稣看见这些 这些人 看见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 而这些人 现在在死亡面前哭泣的人 在死亡面前 毫无办法 人类 在这个死亡的咒诅的阴影之下 无能为力 人类 在罪的权势面前 无计可施 罪带来了死亡 罪的功架就是死 没有任何 但是这一个生命的主 这一位 复活的主 他就站在世人面前 世人却不认识他 亲爱的同学们 有人说 我很渴 我渴得要命 但是 他却不 不就近这个水源 去喝水 耶稣心里 悲叹 又是忧愁 因为 他看见 这许多的人 被死亡吞没 却无人 来得生命 你们却不肯 来得生命 你们却不肯 来相信 这一位复活的主 这是耶稣为什么 悲叹 又是忧愁 这是耶稣为什么哭了 当然 耶稣哭了 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 他要把拉扫路 从死亡里面 带出来的方式 他要把这许多的人 百姓 把你和我 从死亡当中 带出来的方式 是他自己要进入死亡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 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 我们往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我们到拉扫路那里去吧 他的门徒们什么反应 他门徒们说 拉比 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 他们要打死你 他们要杀你 你还要去吗 耶稣 耶稣怎么告诉他们 耶稣告诉他们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于跌倒 因为看见在世上的光 谁是这个世上的光 耶稣 他就是在世上的光 谁在这个光中行走呢 那信耶稣的人 就在这个光中行走 但是耶稣说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过不多久 这光就要被遮蔽了 过不多久 耶稣就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里 所以当他说 当他说要去犹太的时候 他的门徒们并不明白 他们只是认识到了 外在的一个威胁 所以 这个多玛就说 我们也去和拉撒路 同死吧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我们去犹太 拉撒路死了 我们 我们去犹太 不是送死吗 我们去犹太能够做什么呢 他的门徒们还不明白 亲爱的同学 耶稣从这个时候 他往 伯大尼去 伯大尼离着 离着 耶路撒冷 只有六里路 非常近的距离 接下来 他是要去往 耶路撒冷 接下来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教导他的门徒 预备他的门徒 迎接 他自己的死亡 迎接那个十字架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 哭了 就好像 你在其他的对观福音书里面看到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 哭了 他在那里 大声的祷告 很求 天父 将他这个苦悲 将他这个死亡 将他的十字架挪去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 所信靠的这一位主 这一位生命的主 这一位复活的主 这一位 掌管天地宇宙 万物的主 他是 和你和我一样 一个完全的人 在他所面对的死亡当中 他也是 软弱的 他也是 痛苦的 但是他若不进入这个死亡 他就不能够 把那些被死亡捆绑的人 解救出来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你不要把耶稣想象成是一个 盖世的英雄 他有着超能力 只要他 冲入敌军 就可以所向披靡 他只要来了 魔鬼就无处遁身 无所逃遁 魔鬼就 魔君就完全瓦解 然后 我们就被解放了 不 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 福音 福音的故事是 他脱去了他的战甲 他是一个 完全软弱的人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 他在地上的一生 这三十年的时间 三十年三年的时间里面 与罪争战 从来没有犯罪 那对他的试探 不大吗 对他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诱惑 不多吗 是大的 是多的 但是他就从来没有 亲爱的同学们 但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耶稣哭了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哭了 耶稣在 拉萨路的坟墓前 哭了 因为 因为他 要进入的 那个死亡 甚至是比我们 普通人的死亡 更可怕的 因为他所进入的死亡 乃是 与天父的分离 从创世之前 他就与父同在 他与父一同创造这个世界 护理这个世界 他与父同制定了 哪个救赎的计划 但是当他 抱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当他隐藏了他的神性 隐藏了他的能力 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 当他皮带肉身 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和你和我一样 是软弱的 耶稣要进入死亡 他就像 那一个 要迁到宰杀之地的 那个戴罪的高颜 他在那里 代替我们 他就像 今天早上我们读经 我们读到 利维基的第十六章 这个赎罪日 在赎罪日 要被放逐到旷野去的 那个归给阿萨谢勒的 那只羊一样 祭司要两只手 按在这个羊的头上 把以色列民一切的罪孽 归在他身上 然后他要被带到无人之地 亲爱的同学们 耶稣是要为我们进入死亡 他要代替我们 被放逐到无人之地 他要代替我们 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耶稣他哭了 因为他 他看见 他必须死 他必须 要先尝这个死位 才能够 来释放 我们这些 因一生 因怕死 而做奴婆的人 你亲爱的同学们 那耶稣说 凡活着信 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 你信吗 你信 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 凡活着信 耶稣 的人 必永远不死 是因为 耶稣 他为我们 进入了死亡 代替我们 我们一切的 罪孽 本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是要死的 每一个人都会死 但是 凡活着信 耶稣的人 他的罪孽 就如同 我们按手在那个羊的身上 羊代替我们羊 亲爱的同学们 当我们信 耶稣的时候 就是我们按手在 耶稣的身上 我们知道 耶稣的十字架上 他的死 就担当了我们 我们本来该死的 那个结果 所以从此以后 你如果信 你就是活在生命当中 你如果不信 你依然是活在死亡当中 亲爱的同学们 你放眼望去 这个世界 七十几亿的人 这个地球中 七十几亿的人当中 大部分的人 都是活在死亡当中 当他还没有死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活在这个死亡的 权势之下 活在这个死亡的命令当中 这个死亡驱赶他 死亡就像一个鞭子一样 驱赶他 在这个世界上 要去挣多少钱 要成就一番什么的事业 这个死亡就驱赶他 要去把死亡的真相 勒盖起来 不要看 不要听 我要 人们要给自己一种 给一种 给自己一种 假象 就是我是可以不死的 当然人们现在 有努力的研究 各种科技 各种医药 据说 如果他们现在的 这个生物科技 能够 能够研发成功的话 人类接下来的寿命 可能平均寿命 可以到一百五十岁 那你看 你们看过很多的那种 科幻电影 科幻片里面 都讲到 人类发明的这种 这种冷冻的技术 人类发明的这种基因的技术 是可以 把人的器官怎么样替换掉 把人的这个 不断衰竭的这个生命 怎么样 能够使他 恢复活力 那 那到最后就说 人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拷贝 拷贝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机器里面 让那个机器 可以代替他 继续的活下去 又或者是 人怎么样把自己克隆 通过克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身体 然后把他的意识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人就可以 不断的 不断的活下去 但是这一切 看起来 都是土壤 这一切看来都是土壤 因为 无论你把这个 现在的这个 七十年八十年 一百年的生命 延长到一百五十年 还是延长到两百年 延长到一千年 最后你发现 死亡还是把他们都带走 那个本来可能能活 能活一百年的人 因为发生一场车祸 他四十岁就死了 那个本来可能 可能 可能啊 按照人们的盼望 可以活一百五十年的人 他因为一场疾病 因为一场谋杀 可能在七十岁 八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罪的公价就是死 只要人还活在罪中 人就不可能不死 而耶稣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吗 亲爱的同学们 你信吗 如果你信 你 现在就活在生命当中 你不是要等到将来 你现在就活在生命 你就不是按照一个 一个死亡的 这一个 律律 不是按照走向死亡的节奏 不是按照要抵挡 这个地上的死亡的 这种方式来活 你不需要 逃避死亡的话题 你也不需要 遮盖死亡的真相 而是向死而生 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我们应当珍惜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地上的这段的生命 因为主给我们这个生命 给我们这一段的生命 地上的这一段的今生的这个生命 是我们通向死亡的 一个一段的序曲 而死亡是一道门 你进入到当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他进了这个门之后 他就进入到 那个与神同在的 无罪的 福乐的当中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亲爱的同学们 信 你若信 你此刻就开始 活在这个生命的法则里面 你就不被这个世界 这一切的光怪陆离的东西 诱惑吸引 你就不被你自己里面的罪 捆绑挟制 你也不被魔鬼的谎言欺骗 你知道你为什么 你也知道 你活着的目的 不是要成就自己的事业 不是要向这个世界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个优秀的人 是个厉害的人 那不许 因为你此刻就活在生命中 你并 并不会被死亡 抹杀掉你 一切的价值 不会 但我也要提醒你 你如果不信 你就依然会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 你死亡就依然要欺骗你 要挟制你 要欺压你 使得你每天做他的努力 你活着 你就想努力的 按照 按照怎么样可以在地上 地上仿佛你只有的七八十年一样 仿佛你只有的地上的这一生一样 然后那样活着 那样的人 是活在死亡当中 因为你知道 八十年之后也好 一百年之后也好 死亡要把你带走 所以 你按照这个 图景 按照这个格局 活着 你每天都活在死亡当中 求主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同学们 愿你们 在主面前 说 主啊 是的 我信 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 那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我们一同来祷告 塞的天父 我们感谢 赞美你 主我们 感谢你在 今天 主你对我们 说话 让你借着 拉萨路死里复活 向我们宣告 主你是 复活的主 你是生命的主 主 生命在你 那一切 抵挡死亡 脱离罪恶的 那样的 权柄 能力 荣耀 都在乎你 主 而今天你把 这一切 恩惠都赐给我们 让我们这 卑微的软弱的人 主啊 我们 实在要来到你面前 来向你称谢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在这个一切死亡的 权势的攻击之下 我们实在是软弱 我们实在是战精 主啊 我们常常 疲乏无力 但是主啊 我们甚至到 你已经将我们 从死的权势当中 释放了 我们如今不再是 死的农仆 不再是罪的农仆 我们乃是生命的仆人 我乃是 义的仆人 主我们感谢你 我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个卑微的一群 我们的老师们 我们的同学们 可以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 主啊 可以活在这样的 这样的权能 荣耀当中 主啊 你就带领我们 主啊 虽然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但是在我们的软弱的人的生命当中 你要彰显出 主你那莫大的权能 主感谢你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